蔡爺在2月底宣佈樓市全面切辣 代理形容樓市即將出現大陽春 發展商城勢狂推新盤認市 有買家急著入市 亦都有買家蝕讓離場 究竟香港的樓市真是可以重新出發 亦或所謂暢旺只是痰花一現呢? 28日切辣至今個月頭十日 一手成交已超過1800宗 和過往每日若莫一手成交十多宗 現在每日一手成交平均拉雲有百多宗 上升了十倍 至於整個月一手 我們估計有3000至3500宗的成交 如果是3000宗 這個亦創了幾年的新高 我們見到切辣後 第一個新盤是在長沙環的樓盤 第一日的銷售都非常理想 現場人山人海、水洩不通 當日138宗是完全壽興的 亦都很多向漁客買不到 我們見到亦都會流向其他貨美單位 所以我們看到購買力都非常強勁 未來陸續都會有些新盤開售 我覺得如果定價是適合市場的話 都一樣是買過滿堂行 過去一周很多新盤都賣得很好 其實是很大的突破 去到今天 如果計算設立後28、29日 大概有1750宗 但減除那兩天都接近1700 是1665 好像周六日一樣 都有200多間的成交 有些都是貨美盤 不算大盤 所以貨美的成交都有這麼多 其實市場發展得很好 購買力傾向一手是正常的 現時設立後 對海外人士、香港事業是很有利的 尤其是近期的港票政策 專財優財政策 變成不用等了 就沒有了先免後徵的因素 其實港票在香港也有很多 六、七年 等可以拿永居 要七年才有永居 準備賣樓的批 現在跟香港人打稅一樣 不需要以前很高的時候 30到後段再減一些 都要給7.5 現在如果中價樓 1000萬以下 真的便宜了很多 我們看到二手都開始升溫了 如果十大屋苑來計 剛剛的星期六日 都有37宗的成交 在谷底的時候 六宗左右 其實都是大升五、六倍的 二手最旺 暫時見到就是西架樓最旺 西架樓比較多 好像這個沙田第一城 已經有二十多宗的成交 比上個月 全月是倍升的 至於嘉湖山莊 已經錄到超過四十宗的成交 比上個月是全月來講 見到一個倍升 二手市場 我們見到是用家主導的 七至八成的買家 就是一個用家 有兩三成 當然是有些投資者 獲得回報高 購入是收租的 三月上半月 我們估計整個三月份的登記數 可以去到二千五到三千宗 比起二月份當時的登記數 一千六百四十宗 我們估計可以升四成到七成左右 其中以新界最多 新界兩個星期加起來有二十九宗 當中也以嘉湖和沙田第一成 聚往 嘉湖在設立之後 第一個星期已經錄到十三宗的交頭 聲風是非常之驚人的 沙田第一成 剛剛過去的周末也有六宗 客人方面 其實各路的客員都有 包括有首置的人士 也都很積極地入市 也都有些換口客 因為那個稅額撤銷了之後 其實他的成本 基本上是沒有特別額外增加的成本 另一方面 那些專裁客人也多了很多人 文判甚至入市的個案 都明顯增加了很多 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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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